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如何清理這個 充滿著 咖啡垢的這個杯子 因為 長期的喝咖啡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杯子 上面都有很多咖啡垢殘留在上面 不管你怎麼用清水洗 都洗不掉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介紹 怎麼處理這個碗垢 好的 好,那很簡單 我們就是準備這個 一般 普通的牙膏 擠一個刷子,那最好 就是我們用剩下來的 牙刷或者是 像這種 它有90度轉角 兩邊都有頭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處理一下 首先就是 就是在杯子裝一些水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用這個 牙膏 牙刷塗上牙膏之後 開始進行清洗看看 好,我們已經抹上了這個牙膏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就把它當成牙膏 牙齒一樣的刷型 好,就這樣刷 那另外一個角的話 我們就可以刷下面了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大概刷了大概三分鐘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杯子裡面 清水已經變得 乳白色了 好,那代表說 我們剛剛的 已經把用這個牙刷把 旁邊的那個咖啡垢已經刷下來了 好的,那我們倒掉再用清水洗一洗看看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杯子 是否已經完全的清洗乾淨 好 那現在已經把 剛剛這個杯子已經用水清洗過了 那可以看到 原本充滿完夠的杯子 現在已經是 乾淨溜溜 幾乎都沒有那個咖啡夠了 所以呢 這個方法可以教大家一下 以後如果您的 喜歡喝咖啡的先生朋友們 那也可以採用這種方法 那查購的部分 也一樣可以這樣的處理 好的,那今天 影片就到這邊 祝大家有個週末 快樂的 週末 拜拜